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王一博献唱《东孟飞扬》,相约北京这座城,一起每每与共。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之际,央视新闻联合网易云音乐打造的《东奥会倒计时100天》主题曲《东孟飞扬》正式上线,并且邀请了北京冬奥会文化推广使者王一博来献唱。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,向全世界的冰雪剑而发出了相约北京的号召,用音乐开启与亿万人的冬季约会。 这首歌一经上线,就引来了众多主流媒体的鼎力应援。这个特殊的日子,这个全世界都期待的赛事,即将迎来到计时100天。 这次王一博献唱的《东孟飞扬》,歌曲旋律恢宏大气,更是加入了精卫十足的精罗根精巨细曲的诸多元素,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时尚,热情,文化抵御于一体的多元化。 歌词更是激情盎然,青春然动。再加上王一博的献唱,更是助燃了这波年轻跟活力。 相约北京这激情的城,冰雪中,我们相知相容,一起向未来美美与共。 首先,我们不得不为北京冬奥会的到来,祝贺一下,期待相约北京的激情。 再次呢,我们也恭喜一下王一博能够再次献唱,十足的正能量青年文艺工作者,挤足了我们太多正向输出, 代表了年轻的Z一代,让我们看到了这代年轻人的面貌。 为王一博的献唱,值得骄傲一下,毕竟当下的娱乐圈需要这种的正向引领者,传递更好的主流形象,主流价值观,主流文化。 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形象,才能让更多的人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,更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 这次的东梦飞扬,加上之前的山河星光,平凡中的不平凡青春恰时来等多首主流歌曲,王一博算是当下娱乐圈中主流歌曲现唱者最多的一位。 为何如此深得主流媒体的喜爱跟鼎力支持? 这个除了之前我们所说的王一博是当下Z世代的年轻代表,更重要的是他的顶级流量,是一个让流量转换为正能量的一位,身体力行践行主流价值。 传递出年轻一代人的精神风貌,更把追求热爱做到极致,专注于个人喜好的同时,传递出更为正向的引导性作用。 王一博的个人形象跟国民度也是当下Z世代中的佼佼者,他只做不说,低调谦逊做事态度,广受大众赞许。 王一博更重要的就是业务能力,稳稳当当,踏踏实实,不断地在进步成长,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,在自己的领域中,做出了平凡而不平凡的成绩,活成了自我,也活成了很多当下年轻人想要的模样。 就是这么的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,才是主流媒体一直鼎力支持的原因所在,为大众树立一个良好的文艺工作者的风貌,让实力配得上流量,让主流价值在流量的加持下,传递出来,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艺人该做的。 王一博多次献唱主流歌曲,足够证明了他的优秀跟品行,为这种的年轻人点个赞。 为北京冬奥会加油,相约北京城,一起美美与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